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他了 来这边吃没有娇嚣 好像没有了灵魂 哈哈哈哈 原来是这样啊 对 三个锅炸都来不及卖 每天都排场楼就是为了吃这一个炸鱼 听顾客说 他的鱼配他的酱汁就是绝配 今天阿清来到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用场 旁边都是油棕圆 没有冷气空调 没有装痕 而且可能边吃边流汗 纵然如此喔 前来这里用餐的顾客只有蒸 没有讲 现在就跟阿清来看一看 他们是怎么腌制鱼的 很普通的烟花 先放黄姜粉和盐 然后把鱼摆上去 然后再放黄姜粉和盐 再把一层鱼上去 一直重复到满 满了 把调味全部弄均匀就可以 放在那里腌制了 是不是特别弄均匀 还要用咸和开店 在厨米里 放进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这里还有炒各种各样的配菜 最少有30多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没煮好 已经挺多客人来吃了 听顾客说 不止炸鱼好吃 其他的菜也是很美味哦 这边特色是什么呢 煎黑苍鱼 哦 就是那个炸鱼 对 哦 还有包包 收冻 就是这些配料了 全部都很好吃 全部都很好吃 它是价格便宜了还是 价格便宜了 食物也很好 食物也很好 对 现在开始炸黑苍鱼了 炸黑苍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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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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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客都会很自觉地在炸鱼汤位排队等候服务员将炸好的鱼放在自己的盘中 边等待的同时大家也不忘拿着小碟子装这里的蜜汁酱油 就像顾客所说的这鲮鱼必须和这酱油一起搭配 才能吃出这道佳肴的美味 今天阿琴是三个人来品尝 所以呢会叫的比较多一点 这个鱼呢就是直接放一点黄酱粉啊盐啊 这个鱼呢就是直接放一点黄酱粉啊盐啊 那还有一些味精就那样子炸了 这样一只是11块钱 来试一试 鱼很新鲜 这个鱼呢就是这个鱼呢 这鱼呢就是这样子吃了呢 配方是很香的那种咸香咸香啊 鱼也是很新鲜 主要是它的这样子甜甜咸咸的 还有一点味辣 看过去是不怎么样 但是给人家吃的好像就是很下饭的那种感觉 每胃口都感觉有胃口的那感觉 说实在的挺实惠的 因为它的那个黑鱼鱼一直是11块钱 连饭啊连菜是十几块钱一份 刚刚炸上来的鱼都很香脆 基本上连小鱼骨都可以搅浪 这炸鱼鱼和其他地方炸的鱼鱼 没什么区别 但是配上蜜汁酱汁会显得特别香 特别好下饭 好了 今天阿金就介绍到下期再见